光影號 就是空字串的意思 然後 Instant number就是你要取代哪一個啦 不過基本上這個可以空白 因為要全部 Instant number就是你要 如果你有你只是要取代第幾個的話 你可以Instant number可以填 你要取代的那個數字 那我們這個地方可以 可以把它空下來 然後 按下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造型順利裡面的空白就不見了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向右填滿 然後再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基本上第一步就是 把那個裡面的空白去掉了 那第二步的話就把它合併 合併的方式就怎麼樣呢 等於 就是 這個 串接的話 就是and 通常把它串接在一起 然後再把它往下 那往下填滿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 第二步就是把 橫向的串接 再來縱向串接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怎麼樣呢 可以 這個地方再加上 就是 等於他自己 先第一個就是等於他自己 對不對 打勾 然後第二個是 上面的再串下面的 所以 and 然後 跟著一樣應該是 等於 然後上面的 and 串接下面的 對不對 然後打勾 其實做兩次就好了 再來呢 底下直接 就完成了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就是我們要的 那我們再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呢 你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比如說叫百家信赫 然後呢 請你在這個地方 A列的地方把它列高大概調到 大概 80左右 80左右 大概80左右 然後呢 再做合併儲存格 儲存格 合併到 大概W的這個 藍 然後把這個 間距部分 每一個的寬度大概調整一下 這個寬 藍寬大概給一個 3左右 所以第一個格子是大概80 那每一個格子的藍寬 不用太寬 預設值不只是 會比較窄一點 然後預設值比較寬 把這個A到W 把這個寬度呢 調整為藍寬的部分 你輸入3 按確定 讓他全部都調一樣大 再把剛剛的這個值貼 貼過來 Ctrl C Ctrl V 貼上 然後呢 把裡面的這個地方 因為他這個地方對齊方式 預設是沒有自動換行 沒有自動換行會跑到 右邊去嘛 對不對 所以你自動換行之後的話 按確定 那160個信就會放在這裡 那後面我們要再練習說 在第4列到第11列 跟第13列到第20列的地方 我們要 給他格子 所以你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之後 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我們的這個框線 直接給所有框線 把它兩個範圍 一個是向下一個向右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先把前置的部分呢 先做出來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如何用VBA來解決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谢谢观看